家庭子我们不吃的 家庭子走起来不吃的 不吃的 他也是有名的生命 但是我们这边不吃 他的糯米啊 没这里糯 家庭子可以扔死一条狗 我们这种子扔过去 狗跑过来 把这种吃光 现在走在马路上呢 就是这个太阳 这个太阳挺讨厌的 然后东街这里 开的店铺也不是很多 基本上面也都是关着 所以说这个庄航老街要搞好 人家说最起码 还有五六年以后 这里才会热闹一点 毕竟这个地方 你只要半小时 半个小时都不了的 15分钟吧 基本上面就已经 把要多的地方 全部都可以多到了 这个是人家的房子 这个房子挺大的嘛 这里最小的 这里最小的 最大的呢 装好老街 东街 这里是东街 东街 82号 82号 82号出门人啊 在用自流媒体的 我是搞自媒体的 我媒体的 那么拍一下我呢 你要拍什么东西 拍什么东西 拍这个好东西 这什么 这个鸽子呀 下水 斑鸡 这个斑鸡啊 你看鸽子上面 这一圈漂亮的模 没这么漂亮的 鸽子不漂亮的 鸽子不漂亮的 这个边斑鸡是这样子 对的 这个东西 鸽子还大 这个呢 为了保护它 我先把它圈起来 然后再到单位里呢 把它养起 养起来 养起来以后呢 让我的学生观察它 你是老师呢 对呀 让他们研究 研究与鸽子的区别 通过观景 对吧 其实习性应该是差不多的 让他们养成 那个从小保护动物的习惯 保护动物的习惯 对的 这个怎么 怎么抓到的 这不是抓的 这是我诱补的 诱补的 用玉米 葵花纸 做一个简易的陷阱 不是陷阱 每天就在门口傻一点 这个 它就跑过来 他打开再叫你让一下 自己种的黄瓜 福豆 这些都是自己种的 你们这里还有滋留地 每个人都有一不三分之力 这个倒挺好的 这个你们 我们住在市区的 到疫情这段时间 吃的东西都没什么吃 我告诉你 疫情这间 整个上海市 只有这条老街上的人最幸福 为什么呢 天天吃河虾 吃野生鸡鱼 还有残豆 还有小圆豆 还有那个叫什么 就是地理最新的东西 动哪些 在这个老街上 早饭在五点钟到七点钟直接 进行相互交流卖点 老人卖点钱 就直接卖点肉吃 对 对吧 像我呢 就是买下来 要吃这个新鸡的东西 装行最有名的是什么装饰 装行最有名的很多 秘笔是其中一种 秘笔我低 我刚刚知道 那你还太小了 装行秘笔最有名的 叫脆罐 这个皮就像这个黄瓜的皮 费与皮里边 这个脂 多脂 嫩 甜 正好碰到吃羊肉前 羊肉是肥腻的 再吃一个蜜 对 要到七月份才有是吧 对 现在还在涨 现在还在涨 好的 七月份一定要来吃吃看 然后装好有名的 就钱的直接当别装好的种子 粽子绝对好吃的 粽子应该差不多的吧 这个应该差不多 你没吃过就不知道 你也没什么发言去 那么你去到嘉兴买个粽子来 到这里来吃 那么师傅 要么你推荐一下 哪里粽子好吃 哪里粽子 这家 这家 八十二号对吧 老阿姨 自己包的种子最好吃 我等一下就叫她去买个 没有的 不买的 不买的 有私人定制的 他直接看到我 何老师 他帮我包几个 一般人不买 他在故事好吃 对吧 他是老手法 然后他也懂得怎么样的 挑学这个粤子 挑学五花肉 怎么样的 把这个料 搬着弦住四个 哦 那何老师能帮忙 这个引荐一下 我也想带 带几个 引荐他根本没有了 只能预定是吧 啊 一般都是现包的 包好了以后 嗯 现烧 烧了以后 都糊糊的 哎 这吃了以后 打了耳光也不可怕 打了耳光都不怕 这个 就像你跟没上海的 耳光回合 这个真是想吃啊 我这个人也蛮喜欢吃粽子的 哎呀 没有 说东西来了 说东西 嗯 我差光来 他再说一说的 嗯 我没有 没有 来 中楼的一 很多次都有 但是他不做什么 不做什么 他出生意了 他出生意了 我回到 许多有的 几个 因为大了 应该对吧 对 比这里不零 其实呢 比你们逝去 绝对 你加薪不 加薪粽子 我们不吃的 加薪粽子 多吃的 不吃的 不吃的 他也是有名的 但是我们这边不吃 他的糯米啊 嗯 没这里糯 哦 哎 加薪粽子可以扔 扔吃一条狗 我们这种只扔过去 这个狗跑过来 把菜吃光了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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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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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这里做菜好吃 哎呀你说的我想吃了 哎呦 想吃的话我想看 我办公司有啊 有啊 你上次过来可以不碰我吃 路还太小的 我上次叫他包的 我家里穷所以路马就行 路大来还好吃 大肉粽大肉粽好吃 大肉粽好吃 大肉粽好吃 肉多一点好吃 我说是我媳妇当年纪给你们 我媳妇说我12年 过了八十四个 拿去给肉粽 他们都说好吃 肉多呀 肉多 是的 我们年轻人就要吃肉 无肉不欢 是吧 你再干杯子 说一点都无所谓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这包的好吃 包的好吃